我的问题是怎样接纳 就是我感觉到就是学习了世事本无碍 我的问题主要是接纳不了 就是之前我就很愤怒自己的阴影 愤怒了一直在愤怒 然后学习了世事本无碍的时候 理智上知道应该接纳阴影 但是在看到这个阴影的时候 我恨的那个能量我看得特别大 就是恨得自己头痛 就是头很紧 而且持续的时间很长 我就是当下不知道怎么样接纳当下这个情绪 就是之前是恨阴影 现在就是又想这个 就感觉到自己恨的这个力量太大了 怎么样就是又要接纳这个恨的能量 就是我不知道怎么样接纳这个恨的情绪 是感受它呢还是看着它呢 还是关乎性吗 你能不能讲比较具体的一个情况 你比如说你恨你自己哪一种阴影 比如说我就恨我做什么都不专注 就是爱胡思乱想 然后就觉得越恨 然后自己越不专注了 就觉得我的一切的不好的事情都是这个问题带来的 不专注 那是应该是说自己的一个毛病习气 自己的一个毛病习气 那你今天发现自己不专注的情况 导致你做很多事情没办法专心 没办法真正有成就 你现在能够发现这样的情况 毛病 是要怎么样去改善改进 让自己能够做得更好 让自己能够改善 是要这样去思维去运作 这是阴影跟自己的毛病缺陷 这是不一样的领域 你发现自己的毛病 像 就是毛躁 不专心 这是一种不好的毛病习气 那你有发现这些呢 你要问自己啊 我要继续这样混下去 还是我要好好的善待自己的生命 好好的检讨改进 是这样啊 所以你是要去看到自己有哪些毛病习气 不好的 我们就检讨改进嘛 而我有看到 但是不想改进 然后就问自己嘛 我要继续这样混下去吗 我要继续这样让自己在 就是 变成做事 不专心 然后没办法深入 后面一事无成 我要这样选择吗 所以是要 看到自己的毛病习气 然后去问自己要不要改进 如果不愿意 那不愿意就一样 要清楚的知道 我现在选择 我不想改进 我不想改进 那后果怎么样 一样 你要清楚知道 我要接受那些后果 这样啊 你要清醒 清楚的知道 所以 反观检讨出自己有什么毛病习气 这个 这是可以帮助我们 你要去净化 去改变 就像有的人 他有抽烟习惯 以前 因为被错误的观念所熏悉 所以以为说 饭后一根烟 然后怎么样怎么样 那是被错误的观念所熏悉 当他有一天 他觉醒过来 有所觉醒 然后认为说 我终于体会到 抽烟并不是 以前所想的那样 对身体有害 好啊 你有反观到 这个去检讨改进啊 这个不是说 我看到我的阴影 那我要 甩 我要甩掉它 我要怎么样 那个不一样啊 现在就是 现在就是 如果不恨的话 做事情请专注的 一恨就更不专注了 所以 就是现在这个恨的 这个当下这个情绪 我说是怎么样接纳他 如果是他接纳了的时候 那个就请专注了 就是一恨就越不专注了 所以你要问自己啊 那你这样的恨 有什么作用 就是感觉到没有作用 这个杀伤力更大了 就是说怎样接纳 当下这个情绪 就是要问自己 你是要检讨改进 让自己成长改变 检讨改进 还是只是在那里恨 然后没有作为 我是感觉到这个恨是 没有效果的 是有毁坏的作用 但是它是自动自发的 先是这样啦 好啦你先放下啦 自己要不要改变啦 要检讨自己 有没有毛病 有没有问题 检讨 那有毛病有问题 然后问自己 要不要改变了 就是这样啊 你如果不检讨 或是检讨到不改变 一样你要清楚知道 你就是在继续在原来的世界里面 浮沉 打滚 轮回 也要清楚知道 这是自己在选择 我选择不改变 好 那后果 一样选择 清楚的去承担 去接受 就这样啊 就好像 我现在 逐渐体会到了 抽烟习惯不好 抽烟习惯不好 好 不是在那里又恨 然后又继续抽 不是这样啊 而是 我有看到 体会到 抽烟真的不好 好 那问自己 我要戒掉 还是不戒 不戒 也是自己选择 然后你要清楚的去了解 抽烟 他会带来的后患 是什么 然后对自己的选择 负责 还有你选择 我不戒烟 我选择不戒掉 但是你要知道 除了伤害自己之外 你要提醒自己 不可以去伤害别人 不可以去伤害别人 你要选择放纵自己 你不要去连累别人 就这样 你选择 要继续 继续放纵 或是沉迷 自己都要清楚 这是我现在在选择 我要自己负责 不怪任何人 就好像说 你要选择任性 跟你讲说 你这样任性下去的话 对你的婚姻 会是很大的杀伤力 那你现在 以前不知道 现在知道之后 不是在那里痛恨自己任性 然后还是继续任性 不是这样 你要清楚了解 好 我现在知道 这个任性不好 然后问自己 我要不要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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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阴影跟 有发现自己的毛病习气 这是不一样的 阴影是 你不接纳自己的另一变 就好像 你不接纳黑夜 不接纳这个树木有影子 不接纳我在阳光下 怎么有影子 所以 这些不要错觉 阴影讲的就是 它本来 它的存在没有不好 是你把它界定为不好 那个阴影它本来不是你身体不好的那一面 是你界定为它不好 然后一直要把它排除掉 你要把那一部分 现在逐渐收回来 不是说 我很任性 或是很狂傲 那现在学了这个 觉得 那是阴影 然后我现在 就是 觉得 我怎么样去收回来 把它收回来 那个是你制造出来的问题 毛病 是问自己要不要改 你不改 就好像你那一种 公主梦 一直在那里做那些公主梦 这就是你的一种 毛病 习气 被错过的观念熏悉之后 然后一直在购族公主梦 要别人来侍候 别人对你再好 都不知道感恩 真的很 有不少人他是这样的情况 在家庭里面被父母亲宠坏 被爷爷奶奶宠坏 没有在做家事 都是别人 要侍候他 别人要对他好 所以 所以 出来到外面 也往往都是 不懂得体贴 不懂得去承担 奉献付出 然后结交了 男朋友之后 就认为 他 要侍候你 他要照顾你 样样都要顺你的意思 这种 公主梦 他会让一个人一直的 活在自我催眠 长不大的世界 好 有因缘他来学习 课程之后 然后看到 原来那个公主梦 是很不成熟 很不好 好 这时候你要问自己 我要继续 做公主梦 然后把幸福 破坏掉 还是 要改进 这样子 知道吗 如果是阴影的 这一部分 那个就是 这个就好像 原来不知道自己 一直恐惧黑夜 排斥黑夜 现在终于了解 原来黑夜 你排斥它 那是自己 一直在 错误的认知 错误的认知 制造 分裂 对立 然后自己 不知道 现在 学习了课程之后 体会到 哇 原来那个是 错误的认知 所导致 对黑夜的恐惧 好 这是你心中的阴影 现在 要把这一部分 收回来 也就是 以前排斥黑夜 现在 要知道 原来那是 错误的观念 你被错误的观念 误导了 然后现在 我要重新认识之后 把 我排斥掉的这一部分 把它收回来 也就是 你会体会到 原来黑夜 跟白天 它都是平等的重要 平等的神圣 从此 你的生命 不会再分裂 白天好 黑夜不好 白天喜悦 晚上恐惧 你就可以把这些 逐渐化解掉 这个才叫做 把这一部分的阴影 收回来 这样知道吗 好 所以不要错用 OK 好